北农总经理吴殷宁 联合报系资料照片记者林俊良摄影 分享 北农总经理吴殷宁先前提出第一果菜批发市场改建案 与北市府护杠 前三日吴殷宁在脸书贴出北农改建小组赴日本的考察报告 再度让台北市长柯文哲发脾气 战兴师马龙见吴殷宁风波不断 特别将命盘校对出来惊讶发现不得了 直呼吴殷宁命运并断言他担任台北市长绝对没问题 即使爬到总统高位 也是有可能 战兴师马龙上周在脸书发文表示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一直有许多来营的议员 柯文哲其等想欺负吴殷宁 殊不知对照命盘后发现这小姐的命格高 比小英还高 还硬啊 且会受到高层赏识 重用 平常人没有这种机会 马龙分析 运作中的神秘力量让吴殷宁不被压垮 这种力量甚至会反弹 若是吴愿意的话 日后从政参加选举 真正会 更上一层楼 的就是他 更直指吴殷宁担任台北市长绝对没问题 即使爬到总统高位也有可能 现在的苦难 正是一场考验 也是历练 吴殷宁大学时曾替光头参与野百合学运 也曾花两年时间为百米炸弹客寻找说法 曾成立农镇对抗政府 曾经串联农民静坐和中科墙水 网友们留言 光看他党怪手的魄力 我就会投他一票 我觉得柯P的网军带风向是主因 别忘了柯P自己也讲 吴殷宁就是要来消灭他的 真的命硬 赶不走 也有网友认为马龙一派胡言 数是郎中胡言乱语 事实上 2012总统大选前 马龙预测五项投票当天会出现的意外 暴动全都失准 准确读欠佳 吴殷宁 红一者 曾在彰化反中科墙水自救活动中 以肉身挡住就要开挖的怪手 图反中科墙水自救会提供 分享 吴殷宁 红一者 曾在彰化反中科墙水自救活动中 以肉身挡住就要开挖的怪手 图反中科墙水自救会提供 分享